台北市长最新的民调出炉了 这是在昨天一份平面媒体的民调 台大医生柯文哲领先连胜文有11%个百分别 但如果换成民进党立委姚文志对上连胜文的话 姚文志是小叔2% 如果透过这样的数据有人解读 柯文哲出现的机会是越来越高了 桥队不当建设开刀的医生柯文哲视察忠孝桥引道 心情看起来还不错 因为12号民进党决定台北市长参选人 柯文哲在民调上竟然领先国民党连胜文11个百分点 当然远雄的弊案 100万的生日趴 还有新生高价小地下货 我想再加起来吧 应该不也是单一事件 应该是一个总和的气氛 国民党要打政权保卫战 我们是打台北市民保卫战 这个数字我觉得我们参考就好 我们还是会保持自己的节奏 习惯替人找病 连胜文面对警讯不可不注意 同样也是绿营的明日之星台南市长赖清德 结束首度大陆行 被人批评曾经说两岸直航是木马屠城记 怎么现在变了屌 总统利用我不在家的时候 来台南批评这个市政 实在是有事后到 而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想拉台台中选情 在台中办特训班 针对13号临时会 在服贸议题上 准备和蓝营全面点燃战火 记者最后报道